你知道为什么将必不打头吗 据说人死后身上缺少认识一个零件都无法投採 每年都会在死去的地方不断游荡 寻找身体丢失的部位 这件事就发生在桂县的一个村庄 听老一辈人说 早些年桂县的刑场就在森林一带 那天傍晚 阿文拎着纸灯急匆匆的出了村 朝着山里的方向走去 路上的时候碰到了二狗 二狗看着阿文着急的样 就问道 去哪样阿文 阿文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家牛丢了一头 我得去山里找找 原来今天阿文进山放牛 回家之后发现牛少了一头 所以阿文想着进山去找 好在这天夜里月光挺亮 他也带着白灯楼进山 可没想到的是阿文在山里找了半行 灯油都烧完了 依旧没找到那头牛 无奈之下 他只好拖着沉重的身子往家里赶 从山里回村 山外的刑场是必经之路 刚出来阿文便发现前面 不远处聚集着一帮人 那些人整整齐齐的站在广场的另一端 因为穿着白衣服 在晚上看去特别显眼 阿文好奇道 这是在干啥呢 咋大半夜的 这一帮人还聚集在这广场上 本想上去看看 可突然他又被一阵惨叫的声音吸引了 他发现离他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看着很是年轻的背影 猫着腰在地上找什么东西 阿文也是个热心肠 上去就问道 你这是在找什么东西啊 并想着上去打把手 附近内人回复 我在找我的眼睛 起初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赶忙又问了一遍 你说你找什么 可内人的回答让他更猛了 我在找我的眼睛 前两天星星把我的眼睛碰掉了 阿文听到这立马吓尿了 他甚至在想 是不是村里的后生跟自己开玩笑呢 可当他凑上前去 借助月光看向内人的脸 顿时大惊失色 正如他刚刚所说的那般 只见这人紧闭双眼 好像很痛苦的样子 阿文吓得顿时瘫倒在地上 等在直起身子 那人已经处到了自己跟前 与此同时阿文的叫声 似乎惊动了远处的那些人影 只见他们全都转过身 朝着阿文这边走了过来 见此情况阿文当场吓昏了过去 很显然这些都是在刑场上 挨了枪子的死刑犯 他迷迷糊糊的听到耳边 传来一阵奇怪的笑声 使得原本一时昏迷的阿文 竟然浑浑噩噩的直起了身 接着他也不知自己 为何竟然跟在这些人的后面 朝着一个方向缓缓走去 他隐约的看到 最前方的是那个身形高大 身穿白衣的人 而正前方则是一条 阴暗的不知通往何处的小路 阿文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会跟在这些人的队伍中 他也想要摆脱这个队伍 可自己的身子根本不受控制 就这样在那个人的带领下 一直沿着这条灰蒙蒙黑漆的小路走着 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刺耳的牛叫声 阿文下意识地转过了头 只见那头让自己找了半宿的牛 就站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 这头牛瞪着眼睛盯着他 接着一仰头 又发出一道刺耳的叫声 原本浑浑噩噩的阿文 被这一叫声立马唤醒了过来 呆滞的双眼也彻底恢复了神采 而这时看向四周 只见自己哪里是在什么黑漆漆的小路上 分明是在一片山林中 这时看着自己找了一晚上的牛 就在眼前 阿文整个人都猛了 突然他又想起了刚刚发生的恐怖一幕 转身一看 却发现身后同样是山林 而刚刚那些人 以及那个白人早已经不见了 阿文终于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只觉得浑身一阵酸痛 暗自庆幸 要不是这头牛 自己指不定跟着刚才那些队伍去哪呢 随后阿文便赶着牛回了家 而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了 阿文也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会遇见这么奇怪的事了 原来七天前 花果山外面的这个刑场 处决了一批最大恶极的罪犯 当时阿文因为放牛没去看 而村里不少人都去围观了 总共四十五个犯人被枪毙 按照当地的说法 刑场上大批犯人被处决后的第七天 都会派兵前来抓捕这些 游荡着无法投胎的人 小点来抓捕 小点离 服务 或者查安如何 徒 我 余